记者洪陈洪高雄报道 偷车演变成炉走两名侄女的李贤路旺 女童在车内啜气 我现在就要找妈妈 李贤怡心软丢包 不知道已成全力追弃对象 玉兰补还企图驾车冲胀逃逸 经警方对空名枪才不敢妄动 他压抑的说 我只是要看望祖母 小港警分局昨天晚上八十二十八分 在大林浦凤华路统一超商前 发现祖父被窃车辆 三十七岁李贤看到警车一路狂飙 警方追到沿海路唐荣铁工厂前 拦下车辆 但李贤犯突然到车冲撞欲逃离 远景见状对空名枪贺阻将他逮捕 警方显示祖父行车记录器 发现李贤一上车就看到两名侄女 还哄骗在你们去散步 五岁女童知道情况不对 哭说我现在就要找妈妈 李奥不过要了租父手机号码通知丢包地点 从偷车到丢包约五十分钟 期间没有恫吓或伤害之女身体 李贤应讯时表示 偷车是为了要返回云林 但是高龄祖母到开到台南时发现油料不足以支撑到云林才有折返 因为手机没电无法对外联系 不知道警方正大费周章抓他 警方讯后一切道防害自由等罪 被嫌将他送办并建请积压 这件离谱偷车并演变成鲁人案件发生 在二十三日三十五岁 祝父在五岁三岁女儿到小港区洪平路口的超商 祝父独自下车购物 没将车辆洗火力性罐 且见机不可失将车偷走 一小时内将二只女丢包令家超商